欢迎收看时达新闻,我是胡若水 黑里最近师大同学过得好吗? 黑里是瑞典语《你好》的意思 师大今年教学见习计划继续和瑞典无浦拉萨大学合作 由师培学院陈兴亨助理教授担任计划主持人 这次私之生不但完整参与瑞典中学课堂 也带领瑞典学生认识台湾文化 例如课堂献祖珍珠奶茶或是原住民舞蹈融入体育活动 这次的教学见习震惊了师资生的国际素养能力 也成功搭起了台湾和瑞典的桥梁 听完瑞典教学见习生的精彩经历 你是不是也想要挑战国际舞台呢? 中央通讯社我是海外特派员许辉讲座 来到师大举行咯 让我们一起来听听海外特派员的精彩经历吧 是否对从事记者的工作有兴趣? 师大在3月29号中午 邀请到中央社国际纪两人新闻中心主任 前华福特派员廖汉元 以川普推文下的全球变局为题进行演讲 除了阐述个人经验 廖主任在演讲中也与同学分析记者所需拥有的特质 我们来讲说到底新闻记者要不要有怎么样的 一个特点的一个特质 观察 记录 探索 然后设身处理的弱情 就刚刚讲的这种感觉 然后你对人家有一个感触 对人家的遭遇有一个感触 你对一个世界里的影迷更新的影迷 在专题演讲的过程中 六主任提及了持续的美中贸易战 川普如何看台湾以及美国的对台政策等议题 让同学们对川普与世界的连接 有更进一步的认识 演讲尾声 六主任也给予聆听同学规划未来的几点建议 演讲结束前 廖主任政政地与同学们推广中央社第二届 我是海外特派语言实习计划 播放第一届成功到海外实习同学的新的回馈影片 有兴趣的同学 欢迎到我是海外特派语言的脸书查询相关资料 校园记者张洁如采访报道 师大最近有许多国外见习计划 鼓励学生往校外挑战 但是你知道吗 师大的校内也有很多精彩活动哦 像是师大师妹摄影比赛 总共有六个投稿项目 包括学生学习 教师教学 社团活动 体育动感 艺术人文 以及建筑之美 总共有33个得奖机会 最高奖金打1万元 得奖者有机会在校庆的摄影展展出 收正截止日到5月12号 快拿起相机 一起记录师大校园的美好画面 每年的师大师妹摄影比赛 都有很多优秀的同学参加 可以看出师大学生 非常的多才多艺 其实师大学生在未来的职业发展 也是非常的多元化 像是最近英语系学长冷贯婷 现在已经是长荣的正直飞行员咯 让我们一起来看看他成为飞行员的 行路历程吧 师大2019九业级系列活动正式开跑 第一场活动请来长荣航空飞行员 进行招募说明会 也请已是长荣飞行员的 103级英语系毕业校友 任冠亭学长回校分享心得 说明会中谈到长荣福利制度与考试办法外 也详细说明机师培训法 最后也开放QA问答时间给同学们 在FTA那边有进行要开放资讯 那请问就是 你听到联讯造成 铝表写了完成之后 因为毕竟我还没看到你们的人 我只看得到你的铝表 那你铝表里头写的东西 其实就相当于代表你个人 相信说明会让同学收获良多 而就业季的职业系列活动 也让同学对不同职业有更多认识外 也开启另外一条道路 让学生选择 校园记者 廖宇云采访报导 感谢您收看本周的十大新闻 我们下周见